2022年韩国娱乐圈最大的新闻 莫过于 Blackpink Jennie 和 BTSB 的绯闻 而 Jennie 的前男友 GD 近日被爆出 和财阀家的小孙女一起去看演唱会的照片 疑似也展开新恋情 GD 的新绯闻女友是三星集团创办人的孙女文瑞润 不久前她晒出自己去看街头男战士演唱会的照片 不过照片中另一人手上的微笑自清 不管是位置、方向都和 GD 的一模模一样样 再加上 GD 被拍到确实有去这场演唱会 被怀疑两人是结伴同行 消息一被爆出就立刻占据头条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只是一起去看演唱会 并不代表谈恋爱 而且女方今年才20岁 极有可能只是 GD 的小粉丝 GD 也已经34岁 粉丝们都相当支持她发展自己的感情生活 先前 Big Band 成员陆续出走 YG 只剩 GD 的合约还不确定 但她在2023年第一天马上爆出新消息 表示将以 Solo 歌手身份回归 让不少 VIP 被炸出来直呼 K-pop 圈可要紧张起来了 最强的男人要回归了 看来相较于私人感情生活 粉丝们还是更期待能在 2023 年 等到 GD 的新作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